首先是請高天智議員宣導質詢的內容 主席、司長、各位晚安 我的口頭質詢是與無症狀感染者有關的 全球確診新冠病毒的肺炎病例已經超過100萬 但這只是感染人數的少部分 人的面系統的狀況和遺傳基因 是無症狀病例決定性的重要因素 由於存在大量營微發現的無症狀感 即以感染病毒但營微發出自己染病的人 令到統計數字的不確知性更為嚴重 當這種病毒開始傳播一陣 我們曾經希望它好像03年SARS病毒一樣 爆發了之後就會消失了 但新型觀眾病毒就不是這樣 這種病毒會一直在待著 不知何時才會持續多久 或者有些疫苗會出現 本月8日公務院發出了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無症狀感染者管理規範 所有情陽性結果都需要兩個事實之內通報 這個規範所針對是經檢測後情陽性 但未有吸數發炎、肺炎、 或者呼吸困難的症狀患者 定不定有關規範是因為 發言外地輸入和本地感染的無症狀人數有所增加 上述的規範還指出無症狀感染者具有傳染性 存在著傳播的風險 規範亦要求衛生當局加強檢測 並對經檢核審檢為新冠狀無感染者 兩小時內作人通報 在本月7日與行政長官會面時 我們曾經提交了書面的建議 提出首階段先對約4萬名公務員進行檢測 無症狀感染者在不知道自己 已受感染的情況下生活 他們是沒有咳嗽、沒有打噴嚏 但可能傳染14天才會傳播病毒 由此可見專家建議社交隔離 和傳聞使用口罩的重要性 而新冠病毒最新的研究顯示 由於無症狀感染者的病例 是比超過60% 世界維新組織至今已有 作出19項目 關於無症狀感染者 及早期症狀不明者的傳播病例的調查研究 以新加坡和天津為例 根據比利時和荷蘭研究人員 在今年7月18日發表的報告 新加坡和天津分別有48和62%的受感染者 是來自無症狀感染的人群 無症狀感染者 由於不知道自己已經患病 在噴嚏的時候 一般不會對這個分泌物採取必要的處理措施 因而增加傳播的風險 德國有專家指出 病毒能夠在鼻鏈膜上去複製 所以感染者的出現症狀 病毒已經傳播於這個分泌物中 如果不知道病例的種數 即是多數人從外地或是特區內受到感染 我們無法確定有關病的病死率 基礎我就提出以下的質詢 一 內地的衛生當局已開始篩查新冠病毒的無症狀感染者 同時透過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公佈了無症狀感染者的數目 並實行14日的隔離檢疫 本地的衛生當局將採取那些措施 以適別無症狀感染者並核實有關的病死率 例如會否對保安部對人員進行篩查 延行再將措施延伸至全部公職人員 並用到市民可自發前衛生當局去確認做人檢測 而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凡有疑似症狀的人 都應該受到檢測 此外 如果沒有無症狀感染者去發現這個新冠病毒 將有助支持他們採取隔離的行動 因此 考慮到新冠病毒的傳播錄成功 衛生當局現時小局也有足夠的試劑 為全路居民進行這個檢測 多謝